那台達電可以說是節能跟再生能源相關產品 最起承的台灣公司 我的講稿本來是寫之一 好聽話說在前頭蔡總統姿態放軟 特地走訪台達電 要將能源政策說個明白 這個土章在過去 我沒有怪媒體的意思 但是有被簡化成說 我們十年不賬價的 這個既定的這種印象 當著台達電創始人鄭從華面再說一次 還在鄭從華致詞時刻意側著座仔細聆聽 判從了解走到和解 由於蔡英文去年競選時 喊話十年內電價不會大幅調漲 鄭從華當時就說 不會投給不漲電價的候選人 被質疑是暗批蔡英文 我們所有的電源也好 都是從外這個沒了各方面都要從外地來 怎麼我們可能會變成全世界 這個不是最低也是第二低的一個 所有的人都在擔心 鄭從華質疑台灣憑什麼電價世界最便宜 蔡英文列舉三大理由 包括落實節能提升用電效率 未來綠能技術規模更成熟 成本就能跟著下降 第三則是修改電業法讓電價更透明 自己投入的主要 第一個是節能 第二個是儲能 第三個是創能 也就是再生能源的投資 第四個是系統的整合 開創綠能成了首要課題 業者更趁機大吐苦水 希望新政府別再像舊時代一樣 說說而已 蔡英文更要求未來教育部長必須能夠和產業界溝通 培養適當人才 追求產學 五縫接軌 據網民參議方 SN小組 台南報導